又是一年一度,陆寒为女友庆生的日子 9月17日凌晨0点02分 小陆发文生育快乐呀 并且爱特了关小彤 大方秀恩爱,关小彤随后赶到 并说谢谢呀 两人的发文的地址都是北京 想必二人此刻正在一起庆生吧 而且有网友发现陆寒发布的这个卡典里也有糖 今年4月 关小彤为陆寒庆生的时候是卡点09分 因为陆寒说自己33岁 33得9 而陆寒9岁的时候 关小彤是2岁 不得不说 这一对真是变着花样给大家撒糖 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经是陆寒连续第7年为关小彤庆生了 网友们不禁感慨一路同行CP的感情 比我的情绪还稳定 不过点开陆寒的评论区看 我们发现居然无人祝福 粉丝们依然在继续花式表白陆寒 自说自话 对他给女朋友的生日祝福是而不见 仿佛这样陆寒就还是单身似的 多少有些掩耳盗铃的感觉 看来七年时间过去了 粉丝们依然没能接受陆寒谈恋爱的事实 当年陆寒堪称是娱乐圈的顶流 但是却在事业黄金期选择官宣恋情 引爆热搜 甚至一度被微博搞到瘫痪 没想到这都是2017年10月的事情了 仿佛还发生在昨天 而在此之前 陆寒和关小彤都没有被拍到任何恋爱的蛛丝马鸡 所以完全是陆寒主动公开表决心 表爱意 当时陆寒的这一行为引来不小的争议 但是如今内宇因为感情生活 他防不断 每出一个这样的新闻 陆寒就会被拉出来夸一遍 比如昔日顶流吴某凡 李某峰都因为诱骗少女 嫖娼而退圈 有颜值 有实力 何不像陆寒一样 寻找一个女友好好生活呢 非得搞得自己事业尽毁 网友们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也不乏一些男明星刚被曝光恋情就分手的 过去陆寒经常被吐槽 长得像女生太秀气 甚至被用娘来形容 如今看来 他才是一个有担当的真男人 堪称是娱乐圈男明星们的榜样和凯模 浙江卫视的主持人沈腾也晒照发文 送上了祝福 他和关晓彤合作录制王牌对王牌这个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 沈涛的祝福语里有好多其他成员的名字 真是诚意满满 不愧是主持人 照片中 关晓彤和沈涛都做出一只手捧脸的动作 十分俏皮 陆寒和关晓彤公开练琴后 合体被拍到的次数并不多 这几年才开始经常被偶遇同框外出 或是到日本旅行 或是一起下馆子 做着普通情侣会做的事情 十分甜蜜 这一对不结婚 怕是很难收场 要不 我把民政局给你俩搬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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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